这个暑期档的剧是真的很多,不过烂剧也不少 《我的人间烟火》,凭实力烂出圈,剧没看多少,等一个没落 剧中众多的无脑片段让医疗、消防等行业遭受无望之灾 官方下场删除部分演员败官好感 最终《我的人间烟火》,热度与差评齐飞,对受吐槽 原以为《消失的十一层》能延续《白夜追凶》的风格 明明是悬疑风格,却在开头直接曝光幕后大反派 丝毫没有反转,正反两方的博弈有种明知结果就不点名的墨迹 拿下5.5的评分,不无道理 《长风度》没有到很烂的地步,但剧本改编不太符合原著 很多人设细节变得非常奇怪 原著中女主的高光片段在剧中被夹到了男主身上 导致人设矛盾,逻辑奇怪,让原著粉大呼不满,有点可惜了 这部,优酷又放出一部慢改其幻剧 《一人之下》,一说慢改大家新扬了一劫 毕竟期待越高失望越大 之前也有好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 原著粉心疼,都来不及 但《一人之下》空降四级,有点好看,不确定,再看看豆瓣,好评如潮 可以说,奇幻剧又出大爆款了 剧情,奇幻元素加满 剧情出奇不易,奇幻剧多是普通世界里存在第二世界或者人类具有超能力的幻想故事 其中超出现实的逻辑能满足观众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 《国产奇幻》可不好拍,但《一人之下》,就抓住了奇幻剧的精髓 一口气看蓝四级 这部剧的精华可以浓缩为两个字 第一个字,奇 故事一开场,酒鬼喝多走进墓地 迷迷糊糊之中将陛下的兄弟的手拉断了 瞬间清醒,再一看 一群不知是人是鬼的生物站在附近 扛着一具尸体蹦跋走了 开局就这么炸裂 理解这部剧为何在大早上更新了 紧接着,时间来到第二天一早 众人发现尸体丢失 便给尸体主人张希林 张琪是唯一的亲人 他的孙子张楚兰 彭玉唱试,打去电话 镜头一转 新普开大学的张楚兰正在参加活动 手机铃声响起 告诉他这个噩耗 他爷爷的尸体被人偷了 起初张楚兰还不信 气冲冲地挂掉电话 转念一想 大事不妙 搭上长途客车回老家 一看墓碑下只剩一个大坑 爷爷果然不见了 然而 本是爷爷唯一亲人的张楚兰 突然冒出来个姐姐张宝宝 网影录事 这句可就有看头了 第二个字 一 对这个姐姐 张楚兰自然是不相信 于是夜晚偷偷跟着他来到墓地 发现他确实在挖东西 怀疑是他偷走了爷爷的尸体 拍照取证 但被发现 只见张宝宝拿着铁锹飞的老高 朝着张楚兰砸了过去 等张楚兰睁开眼睛 面前却是一个怪物 还没反应过来 怪物就被张宝宝拍死了 等张楚兰从坑里站起来 发现张宝宝拿着菜刀 追着砍一群泥沙怪物 以为自己在做梦 反而吸引怪物们的追击 命悬一现 结果在课堂上被惊醒 还在庆幸自己是做了一个梦 结果发现 梦里的姐姐张宝宝 变身徐宝宝 和他成为了同学 这可给他吓得不轻 这都是什么事呀 难道是自己经历了灵异事件 更多谜题 在后续剧情中自然会揭秘 从播出的几集来看 一人之下 充满了匪夷所思的奇幻元素 强烈的冲击感实在 过于吸引我 氛围营造到位 在奇幻的基础上 保留生活的真实感 让没看过动漫的观众 也能接受 演员 彭玉唱挑大梁 老戏古作阵 相比许多奇幻剧 都是流量明星 有颜值没有演技 一人之下 显然是充分考虑 不仅有年轻演员的 实力派挑大梁 还有老戏古压阵 这句还怕不好看 第一位 彭玉唱 张楚兰的扮演者 彭玉唱音 太子妃生殖记中的 强公公一角正式出道 之后参演 《明星志愿》 《刺客列传》等作品 直到在《我就是演员》中精彩表现 才让大家看到这个新生演技派 更是凭借 大象席地而坐 或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在《一人之下》中 彭玉唱将中二少年张楚兰 演绎的活灵活现 很好地把握住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绪 尤其是片中张楚兰在垃圾桶找到爷爷尸体时 泪水夺矿而出 复杂的情绪充滥层次感 彭玉唱的演技绝对是年轻演员中佼佼者 第二位 江沛瑶 江沛瑶算得上是圈内的闺蜜专业户了 亲爱的 热爱的中的孙亚亚 你是我的城池盈磊中的阮青夏 爱情而已中的罗念 曾少年中的王盈 都是他演绎的角色 风格多变的他演技细腻自然 潜力十足 在《一人之下》中 江沛瑶饰演的夏合 极具魅惑力但不失娇俏可爱的一面 非常还原原著中夏合的形象 第三位 王学奇 王学奇曾出演过《相伴永远》 梅兰芳 天地英雄等多部作品 在《十月围城》中 将富商李玉堂复杂的心理转变 表现得淋漓尽致 建国大业中 将李宗人的忧虑 矛盾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浑然天成 本次 王学奇饰演的老天师 自带亲和力 不过面对徒弟时 表情虽没有变化 但威严的气场一下子就起来了 足以看出这位老戏古演技的老道 第四位 王奎荣 王奎荣是国家一级演员 曾饰演过《闯关东》里的潘武爷 《打狗棍》里的《那麻子》 《射雕英雄传》里的《柯震恶》等众多角色 镜头里的他严肃冷峻 在《一人之下》中也不意外 他扮演的田径中不怒自威 颇有长辈的威严 回忆起曾经的好友 脸上全是遗憾 与对过去的追忆 王奎荣精湛的演技 大家有目共睹 而且 剧中还有王颖露 洪明浩 刘仁宇 戴斯 徐浩等众多高颜值 新人演员的加入 结语 奇幻剧要想拍好 必须遵循两点 一是将奇幻做到极致 用极具冲击力的片段 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二是讲好故事 创造出新意 打造出一个具有奇幻元素的好故事 奇幻剧的重点 不是在于类型元素多炫酷 而是在奇幻世界观的外衣下 讲出一个具有新意的古故事 照这个逻辑来看 一人之下 已经符合好剧的标准了 而且作为改编自拥有超高人气的 一人之下的真人版 一人之下 本身就有着扎实的粉丝基础 只要稳定发挥 就是下一个爆款